小贩工会一名理事涉嫌索取两万七千令吉的贿赂 到反弹会入供的时候遭官员扣留 消息指出这名57岁的男性嫌犯 透过所惠协助某家建筑公司的业者获取临时执照 男嫌犯昨天下午1点30分到吉隆坡反弹会办事处 录取口供的时候当场被捕 据了解这批贿款是在去年6月到7月期间 分几次贿赂嫌犯的公司户头 建筑公司反弹会主任穆罕默福兹已经证实确有此案 也透露反弹会援引2009年反弹会法令第16-A所谓条文调查此案 更表示嫌犯之后已经获准保释外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